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予孩子内在正向资源 保有以及增长孩子心里面的归属感 与价值感 创造孩子未来正向人格 这就是正向教养的意涵 相对于传统的打骂式教育 虽然在约束孩子的行为上 看起来是比较快 比较有效的 但是这种教养方式 往往没有办法培养孩子正向人格 因为当我们在打骂 处罚命令威胁跟恐吓孩子的当下 孩子是不会感受到 自己有归属感跟价值感的 针对孩子常有的言语上 或者是行为上的教养问题 我们也可以考虑 使用合适的辅助教材 来帮助亲子间建立良性的沟通 比如育儿制 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善用的工具 针对家长容易担心的问题 提供实用的回答与建议 孩子会尖叫是因为内心有很多情绪跟想法 没有办法表达所致的 所以随着孩子慢慢学会怎么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 懂得怎么面对自己情绪的时候 这些问题自自然然就会慢慢改善了 而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当然可以用安定 接纳 同理的态度 来去对待孩子 同时啊 用语言说出孩子现前的感受以及想法 也是帮助孩子觉察情绪 认识情绪 并且调节情绪的好方式 还有记住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要记住以下的口诀 同理但不处理 意思就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内心去感受孩子 关爱孩子 同理孩子 但是不要一直用嘴巴来跟孩子讲道理 因为很多时候透过许多经验都告诉我们 跟孩子讲道理啊 是没有办法跟孩子连结 也没有办法安抚到孩子那个时候有情绪的内心的 建议一到两岁 孩子的家长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互动里面增加语言表达的丰富性 透过教具启蒙 比如宝宝版所提供的语会学习玩具 从游戏里面累积孩子的语会量 等孩子语会能力提升之后 再透过亲子共读 让孩子可以从故事里面知道各种需求的正确表达方式 让孩子从语越读里面学习到 请帮忙啦 一人一半啦 请借我啦 对不起啦 等等多样的语会 提升孩子的表达沟通能力 孩子本身啊 其实与生俱来就有着自己的发展节奏 跟我们大人做事情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两岁以下的孩子更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够依循着自己的节奏来做事情 所以就算听到大人一直跟他说快点快点快点 他的动作还是会慢慢的 并不是因为孩子不乖 不听话 甚至是故意哦 而是因为他的发展成熟度 还不足以让他加快自己的速度 来配合外界的指令 还有这个年纪的孩子还不了解抽象的时间概念 所以你就算跟他说快一点来不及 他可能也听不懂快点是什么意思 来不及是什么意思 并且执行快点这个指令 这时候呢建议爸爸妈妈先不要急躁哦 对孩子的学习发展而言 他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过程中用心 在过程里面学会欣赏自己 并且逐渐相信自己的能力 产生自信心 这些才是教育的重点 以搜玩具为例 如果你发现孩子会常常搜一搜又继续玩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爸爸妈妈可以给他一点点协助 陪同着他 协助他 引导他收拾 慢慢让他自己一个一个完成 但是记住哦 不是全部都有你帮他收拾哦 那平常我们也可以用绘本书籍 给宝宝一个好的榜样模仿 像汽车玩具不玩了 就让他回到汽车玩具的家里 培养他使用完东西之后 有物归原味的观念 并且在孩子收拾好之后 鼓励孩子 给予孩子肯定 又或者是在孩子借尿布的时期 爸爸妈妈可以先带着孩子认识马桶 等孩子的能力到了 会表达想尿尿的意愿的时候 循序渐进的引导孩子 学习生活治理能力 好了各位爸爸妈妈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育儿重点 还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教养最重要的就是 在面对孩子的时候 保持一个放松 安定 愉快的心情 能够这样 我们教养孩子就会事半功倍了 我是罗宝红 这是我的朋友乔虎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小朋友到面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